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以南又来准时和大家见面了 前不久,开挂国家印度又发生了一件奇事 据当地报纸今日印度7月31日的报道 印度一位7岁的小男孩,嘴里竟然有500多颗牙齿 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人 这位小男孩从小就感觉自己的下颚经常出现不适的症状 但是家里人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因此就没有去在意 但是日子逐渐过去,孩子7岁了,下颚疼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家人意识到了严重性,就急忙就医 医生检查完,发现孩子下颚十分肿胀 里面包裹着很多类似牙齿的物体 医生决定立即为男孩进行手术 竟然从里面拔出了526颗牙齿 这些牙齿大小不一,形状层次不齐 医学也无法解释为何多了这么多牙齿 在2014年印度就出现过,嘴里长了200多颗牙齿的病人 不过要是和这个小男孩比,那可真的就是个弟弟了 大家知道自己嘴里有几颗牙齿吗?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喜欢别忘了分享给朋友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